天气讯息要来关心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各地短暂来回温 不过要提醒您明天开始又要变天了 先是封面来报道 接着周五晚上开始东北季风又在增强 北台湾低温恐怕会降到10度左右 有机会介于寒流的边缘 那迹象专家贾欣欣也说了 就连台北站预估最低温 只剩12到13度 现卖场更预估保暖商机 这销量有机会成长一到两成 昨天架上了暖暖包放进购物车 因为今年最强冷空气即将报道 甚至周五晚上到周六清晨 最低气温恐怕降到10度左右 民众先到卖场备妥防寒小物 给小朋友到时候如果出国 寒假出国的时候可以用 三包吧 干冷空气就要杀到 可能达到寒流边缘 民众想先做好预寒工作 不止国内出国追选时也用得到 卖场透露近期像是暖暖包 手套围巾等保暖小物 销售持续成长 与往年平时相比成长一到两成 就怕不小心着凉 热气战坛中暖暖身 不少民众直冲宜兰泡汤 打算赶走寒气 看看周四中午前后 封面快速抵达 干冷空气接着南下 周五晚上到周六以及周日清晨 部分沿海和平地 最低湾将降到十度左右 射波冷空气强度比上一波更强 恐怕达到寒流等级 我们预计周末各地的低温在北部 以及中部还有宜兰可能会来到 十一到十四度左右 另外在南部以及华东 也会有十四到十六度左右的低温 七万将急剧下滑 气象专家贾欣欣也在脸书提醒 周四到周六受到接近 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 预估最低温落在周五清晨 台北下预估最低温只剩十二到十三度 在十七号的深夜到十八号的这个清晨左右 在苗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一些谷地可能会出现 接近十度或十度以下的低温 周五气温骤降 接连几天恐怕迎来十度 有感降温 铁铁民众提前做好万全的保暖工作 这种有件语言生小组配不什么的 冬天想要吃锅来暖胃 但是担心这餐厅饭店价格太高 很伤荷包 或许现在也可以来锁定超商量饭店 因为最近相继推出个人及时锅 要来抢市 现在不约儿童搭上的是米其林的话题 包括相续有姜母鸭 还有麻油鸡补气鲜香 另外也有北海道浓郁的石售锅 都很受到欢迎 北海道汁送味噌汤底 微泼后进口奶油融化 咸甜滋味 加入马铃薯 红洗菇 高丽菜等新鲜食材 诚意满满的 还有这两大块鲑鱼 这一份要是到米其林餐厅 吃到饱要800多 现在进超商 两张百元超油找 不止鲑鱼石售锅吸筋 剥皮辣椒鸡锅 也主打米其林美味 大块鸡腿入锅 搭配在地腌制的剥皮辣椒 微辣清爽口感 开胃可口 餐厅也有出料理包 300元有找 但在超商 微波及时 也只要百元价 很便宜啊 便当也就这个价钱 所以很便宜 或许会试试看 毕竟跟原价差有点多 然后试试看味道 试试可以吃到米其林的东西 然后才一两百块 然后就是还蛮 算蛮便宜的 很香 大块鸭肉入锅 要炖香气四溢 冬天温补吃姜母鸭最对味 已经煮好的料理包 买回家加热 自己煮 想加什么火锅料都可以 不只超商 抢国物商机 超市也主推餐厅联名 米其林指南推荐 大概300左右吧 它其实只要卖189而已 真的哦 还不错 蛮有价值感的 蛮值得买 因为价位符合我们在家里面 开火的价位嘛 对 现在就是看它的味道 好不好吃 天人想吃锅 走一趟超商大卖场 满足小小口腹之欲 但小心这热量惊人 还有过多的纳含量 恐怕吃多了 还是伤身体 记者黄州记 陈一荣 台北报道